G20峰會在巴西禮約登場 領袖們18號拍攝大合照 但美國總統拜登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以及義大利總理梅洛尼 卻因為舉行三方會議 姍姍來遲 錯過了大合照 另外英國首相施凱爾 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G20舉行場編會 施凱爾當面向習近平關切 蘋果日報創辦人 黎智英在獄中的健康狀況 但這番話疑似踩到了 中方紅線傳出中方官員 在聽到之後 就突然起身驅離現場的英國媒體 G20領袖手前手拍攝大合照 但仔細一看 卻不見全球最大經濟體領導人 美國總統拜登 人明明已經來到巴西禮約 卻缺席重要的大合照 拜登到底在哪裡 拍攝結束 各國領袖都準備離開 拜登這時才姍姍來遲 原來他跟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以及意大利總理梅諾尼 稍早舉行三邊會談 會議結束時已經趕不上拍攝時間 三人發現錯過大合照 也沒機會補拍 只能摸摸鼻子離開 區團體峰會18、19日在禮約登場 英國首相施凱爾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8日舉行場編會 施凱爾毫不避諱 談到上個月英國外交大臣仿中時 曾觸及敏感議題 包括民主權和法國安法 台灣、北京的海洋 和我們在香港共同的興趣 我們正在討論 施凱爾當著習近平的面 關切《蘋果日報》創辦人 黎智英的健康狀況 根據多家英國媒體報導 中方官員聽到後 突然起身驅趕現場的英國媒體 談論黎智英似乎踩到了中方紅線 下個月將滿77歲的黎智英 有英國公民身份 因為遭港府指控違反國安法 已經被關押將近四年 何時能夠恢復自由聲 還是未知數 成為人編譯